我国的新冠病毒疫情确诊病例维持在两位数三个星期之后 今天又回到新病例破百的状况 其中159名患者是外籍人士 卫生总监拿都诺西山通报 截至今天周五十二点累计确诊病例增加到7417宗 他触警国人无需恐慌 因为新爆发的疫情都是出自于保安森严的寇流营 澄大 από172 cases baru yang dilaporkan 五 cases adalah cases import yang mendapat jangkitan di luar negara 澄大 Phase 167 cases penularan tempatan 159 cases bukan Wahenes Belum hi mana112 cases telah dikesan 正时候三所组罢了 洛西山也宣布 国家安全理事会采纳卫生部建议 议定将三所爆发疫情的移民局扣留营 也就是雪邦 世卯月 以及五级加里尔扣留营 列为加强行动管制区 官方数据显示 全国共有14所移民局扣留营 另外在沙巴则有4所临时扣留营 卫生部目前在大规模筛检 雪隆区三个加县区 估计接下来几天确诊人数将会暴增 同一时间国内再新增一个感染群 地点位于首都班底谷 这个建筑工地共有44宗确诊病例 官方数据显示 今天有34人康复出院 累计痊愈人数为5979人 康复率达80.6% 目前活跃病例为1323宗 交互病房的患者人数 也减少到8人 其中4人需要呼吸辅助器 今天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总数维持115宗 死亡病例为1.55% 本 dú本当是 当完人哦 是不是 愿你